今天来讲民国初年的键盘战 话说东北意志以后 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华民国 虽然各路军阀们投降 表示服从三民主义 但心里还是有些借地 仍然割据一方 永兵自重 贵戏的李忠仁跟白崇喜 因为裁军问题爆发了蒋贵战争 虽然蒋介石赢了 但又跟冯玉祥以及颜席三等人产生了嫌隙 各路军阀开始拟定反蒋计划 以颜席三汪精卫等人为新的领导核心 蒋哥知道后发电报警告 颜哥也发电报骂了回去 还举列他的种种过失 但双方都没有出兵 纯粹只是在电报上酷骂而已 被说是一场电报战 这就是上个世纪的键盘战 不过最后蒋哥又吹浪了 表示自己同意下野 让颜席三当国民政府领袖 但强调不能让汪精卫进入中央 颜哥答应甚至还称蒋哥好兄弟 但不久颜哥的拥护者一一被暗杀 让各路军阀跟国民党主派 再次集结要推翻蒋哥 永利严格为陆海空军总司令 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宣告 中原大战的爆发